大家好,我是阿洛 来来来,那么赶紧开始吧,GoGo 好的,我们今天在起上是来玩一下这个黑二 我们现在人呢,在飞云室这里 那么在本期开始之前 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全部都给探索过了 像是一些对战大楼里面的训练家 还有散布在各个地方的道具 我全部都捡起来 比方说木炭,奇迹种子 又或是学习装置 有一些能够增加技能威力属性的道具 还是挺不错的 好,那么上一期我所抓到的卡蒂狗 稍微训练了一下 现在的等级 身上的队伍差不多是二十几等 那么就用他来挑战这个第三道馆 我们直接走到道馆的门口 诶,这里居然有一个人挡着 这个向导表示我们的道馆馆主雅提 说什么有案件就出去了 可以的话请你帮我找一下他 而此时候放有个迷之声说 啊,雅提先生又出去了 是谁? 啊,原来是爱丽丝讲啊 是这样子的,雅提先生已经出去了 哎呀,可惜啦 雅提是不是经常就这样子搞消失啊 老是说什么创作一道瓶颈就离开道馆 诶,你是谁? 点点点点点 啊,等离子队 我们女主角稍微解释了一下事情的原委之后 爱丽丝则一脸无奈的说 等离子队在两年前不是已经解散了吗 啊,算了没关系 有困难的话我就会帮忙 诶,说到有可疑人的地方的话 啊,对了,那边的话一定 嗯?哇靠,什么都没说就直接跑走了 向导说他竟然在前面转弯 应该是去精灵中心 好,那么为了触发这里的剧情 所以我们这里要再跑到PC的附近一趟 跑跑跑跑 爱丽丝在前方大叫 诶诶,将是要去地下道是不是 就在这里,赶快去看看 从旁边的道路可以进去 怎么样,有很可疑的感觉吧 嗯,达西肯尼 而这时我的好朋友修也急忙的追着过来 他说明依啊,你找到等离子团了吗 那么总之我需要你的帮助 所以他就先行一步的过去 这里的下水道最适合躲人了 那我们就赶快过去稍微看一下吧 这个等离子团的估计是躲在这种地方 诶到,我看看 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跟他们对抗 所以说我会负责回复 拜托了,我们一起行动吧 哎呀,不要跟着我呀 又有变态在尾随我了 好,那么由于他跟着 所以这里是进行双打对战 诶,这边有个道具先剪一下 弯曲的汤匙 超能力系的那个 然后上前我们看到了两个等离子团的 哼,你们这些坏蛋 说什么解放 你们纯粹只是盗贼而已 还把抢来的精灵当做道具一样 快点把你们的精灵也交出来 看来我们这里的对话又一言不合了 休者大声地表示我们上把名医 好啊,那么这里很明显是2v2 这叫什么组队决斗 我们两只都是火系的 但是没有关系 先撞爆你这个滑头小子一半的血 可惜 哇靠 然后我们的修的潮潮住 一级就把那只给解决掉了 OMG,风头都被你抢走了 完了,残屑补刀也被他收走 真不愧是收头一哥 好,但是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等离子团的表示 这些家伙好强啊 算了,我们需要的精灵已经到手 所以我们要先撤咯 可恶 这些家伙跑得跟探探鼠一样快 探探鼠无情中枪 还有什么,再到里面找找 可能有他们的同伙 而远方有个迷之声表示 没有这个必要 嗯?谁?搭嘞 难道你就是道馆首领甲提先生? 前面我已经看过了哦 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等离子队我也有在防范的 所以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下水道可不是一个可以久留的地方 好,总之明依为了谢谢你 这个就给你吧 从他那边拿到了密传机零四 我绝对不会原谅那些小偷的 绝对 哦,他又暴怒了 哎呀呀呀,走掉了呢 而此时后方又又又又有一个 迷之声响起 而那边的就是你 谁?这个走出来的应该是阿克罗马 他默默地表示说 在面对等离子队的时候 你激发出了搭档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哎?哇靠,在讲什么? 刚刚那个家伙是谁? 算了,你有什么打算? 要继续留在这里锻炼 可以哦 又或者来挑战我的道馆 OK,那么再见咯 好啊,那么我们待会就准备去挑战第三道馆 那之前前方先稍微探索一下 这里可以剪到一个新枝灵片 而这边的洞穴呢 古代密道 但是从这里的入口我记得是 我记得是走不到最深处的吧 只能先简单剪个小道具 然后这边居然塞了一个NPC 我操 去吧卡地狗物 我等一下还要用它来挑战第三道馆呢 看我的火焰轮 OMG 他妈的还让我中毒 这NPC秤的是不容小觑啊 结果我咬一下直接让它烧伤 这个好笑 这叫什么移爆还移爆 对不对 左上方这个东西是 我看看哦 硬石头 然后有时候地板上冒出这个东西 直接钻出一只大眼蛇 我直接丢一颗快速球 看它要不要跟我走 来进来进来进来 哎呦快速球一球入魂啊 就这么想跟我走的吗 那么除了遇到怪之外 有的时候还会捡到一些碎片 OK那么总之我们先出来 跟这个爱丽丝对话一下 他说你的朋友 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下水到那边没事吧 话说之后应该怎么办呢 你在下水到那边有见到道馆馆主 所以你就去那边比试比试吧 通过对战经理会更加了解 你这个训练师 哦对了 说起这一位 我之前给他放的形象是 那个圆形头发的设计嘛 但我觉得他那个冠军模样的造型 好像比较讨喜一点 他那个衣服的飘逸感 感觉非常之不错啊 来来来来 嘿嘿嘿嘿 上下其手上下其手 好啦我们赶快到 先到PC稍微补个鞋吧 而紧接着呢 我们就准备去挑战道馆 这一次的道馆设计 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 哇这个地方完全 这是怎样长检了是不是 应该是从这里进来 然后就把你传送上去 反正走有人的地方 肯定就不会错了 而这里的道馆小兵 居然已经20等 算了让我的卡地狗摇一摇 这里随便烧一下撞一下 都是一级秒杀的 这边是死路啊 哎哎哎哇靠 直接有一个人冒的出来 我要破茧成蝶 这谁没事把自己包裹在里面了 不过可惜啦 我比较喜欢他 黑白衣时候道馆的设计 之前那个黄色的薄膜 这样子扑通一下的 钻过去的感觉 比较好玩 没想到这里居然改成了这样子 哇靠又传送过来了 这边下来之后 再从这边上去 然后再走这里 我的老天鹅啊 居然放这个石巨蟹 害我被阴了 还上把我的利欧卢 这我没有火系的绝招 反而变得非常之难打 电光一闪 先小小的撞一下 哦他的飞夜快导好强 发劲 还有一下再一下就好 发劲已经让他麻痹了 最后一集 头都没大 漂亮终于是撞死了 这我又要绕一大队路 回到外面PC 哎我的利欧卢这个时候就进化了 才23等而已 看到我私底下跑太多地方了 这个步数已经慢慢的抹上去 而且我还经常就给他按摩呢 来来来来 我的利欧卢进化为了路卡利欧 哦对了 我练的是物攻型的路卡利欧 总之我们这里赶紧跑回来 乔伊小姐 OK 经过他神奇的治愈 一波注射直接回复 我们再一次回到道馆 这边再上去应该就到了吧 哎 哦是这样子 从这里是这个洞才对了 这个洞这样子直接过来 我们就跑到了一个七彩空间 他真的是一个艺术家 你看看 这满地的颜料 他表示在下水道的时候辛苦你了 刚才我的虫系精灵 有点不太安定的样子 他想和你战斗 我的虫系可是很强的 我还有点骄傲 好了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我们这里挑战第三道馆 进入对战 他的形象跟之前一模一样 哎呀都是老面孔了 看我怎么虐你哦 果断火焰轮 这边撞下应该可以直接秒掉 今天的对面第二只就是石居蟹了 去把我的青藤蛇 一下子把你给解决掉 而最后折杀的王牌保姆虫 看我目前的大招火焰牙 咬死你 一级KO 就是这么简单快速 亚提表示啊结束了吗 哇天哪你真是太强了 说得心服口服什么的 对了 那么这枚甲虫徽章就交给你了 我们这里得到第三枚 这个进度还是挺快的嘛 而另外还有这个 技能机器76 虫之抵抗 好那么拿到这些徽章之后 我们就下来 哦天哪 这个自由落体 有点刺激恐怖呢 那么飞银是这边 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要再向上走 向上可以准备到雷文室 嘿嘿 雷文室啊 不错不错 终于是可以再去找一下 这个小巨额 来好好的冲撞一下了 走走走走 我们顺着路走到上方 哎这个是阿克罗马 他直接叫做了我 并说你是刚才的那一位 方便的话 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精灵吗 来啊给你看没问题 非常的感谢 哈哈哈哈 真是不可思议啊 太棒了 虽然不晓得为什么 但你能将你的精灵的潜力 给挖掘出来 啊对了抱歉 我叫做阿克罗马 是一个科学家 我的研究主题是 精灵的潜在能力 到底是如何激发出来的呢 要引导出他们的力量 而且是最大限度的引导 是需要跟训练室的羁绊 还是什么别的方法呢 总之我想透过 和你的战斗来确认 可以吗 来啊没问题 OK那我在前面的四号公路等你 这里遇事不绝 果断的来一发 打就完事了嘛 走走走走 四号道路的话 接着往前 我稍微保存一下好了 玩了这么久 要是不保存 等一下掉档 我会直接吐血了 来我们走到前面 阿克罗马说 我终于等到你了 怎么了 觉得后面有点奇怪吗 这不是岩石 而是一个叫做 炎电狙蟹的精灵 你看看哦 我所发明的 可以让精灵活性化的装置 然后他大手一挥 哎呦哇靠 全部都醒来 然后就直接跑掉了 这些炎电狙蟹 他们是背着石头 然后利尽在这里了 那么这个地方 只是一个小剧情 来帮我们清除道路的障碍 而就在这时 对话的内容陡然一遍 那个等李子团曾经说过吧 要认可精灵的可能性 并将他们从人类的手中解放出来 但我可不这么想呢 人类是能够将精灵 隐藏的能力引导出来的 话说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 嗯 名医是吗 这个名字我就先记下了 那么就让我确认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引导精灵的力量 好 所以就跟他进行对战 哼 他这个法型设计 无论看几次我都觉得很鲜 那么由于对面第一只小瓷怪 所以我们用火系的绝招火焰轮 哪泥 对面的特性是坚硬是不是 OMG 然后加上一个麻痹的combo 这招有点小剑了 哼 再给你撞一下 完了完了果然是坚硬了 啊闪电 还好还好 然后下一只死人鹅 我觉得我的卡地狗 这个地方快hold不住了 完了因为麻痹有法行动 妈的哪有这种事 这次直接一下咬死了 哈里面他给磨combo磨到挂了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羁绊的力量 九滴血直接残血反杀 而阿克罗马看到之后 则表示原来如此 你跟各地的道馆首领 还有精灵联盟四天王 以及冠军一样 都用关心精灵来引导他们的强大 是吗 这种类型的人都差不多呢 谢了 那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哎呀真是不甘心啊 我要激发出精灵的能力 要是能够和精灵对话就好了呢 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OK See you Bye 这附近的房子 我都进来稍微看一下好了 我记得之前这个地方是一个沙漠 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建造了这么多房子 这个施工也是挺快的 这里有个小女仆 一个人孤单在家吗 没关系我来陪你 她说你一定要听听我的叫声 不是 模仿精灵的叫声 然后她模仿了一身卡地狗的 猜对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一个道具 天妙 那么再来我们就是再到上方 这边是 嗯 这边的城镇关卡 直接改成了这么大一个地方 前方有一个上班族的 跟旁边的两个女的 表示说 哎呀 我很忙啊 嗯 你来的正好 欢迎来到加盟大道 如你所见 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条街道而已 对了 我想到了 你是一个训练师吧 我想要你去帮我找找人 然后一旁的欧伟罗说 老板 他们都该进行下一个工作了 啊 对了 那么情况就是这样子 剩下就拜托你们哦 事情你慢走 哦 她就类似要你去设计 一个店面的那种感觉嘛 来来来 小兄弟 要不要开店啊 邀请 成为居民 然后他就开始摆摊 什么抽奖屋的 挺cute的嘛 你 我看看哦 他的抽签一等奖 是掌门球 这么好抽的吗 那么公布 10号种的树果汁 妈妈的大奖 哪有这么好种啊 我每次在抽类似的东西的时候 我总是怀疑 大奖是没有放进去的 但是没办法 我没有证据啊 哎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地方 我想应该也不是那么重要 这我有空私底下 再来搞一下就好 而前方这里 我们已经到达雷文市 那么有关于雷文市 这个道馆 我们下一期再来挑战就好 不过在我们本期结束之前呢 你们往左边一看 会看到另外一个男主角 这是与我们对应的人物 他说我要来这边试试 结果遇到的地下铁总控官 这里的翻译叫静瓶啊 就跟你们两个来打一下 北上跟南下 这名字倒是挺好笑的 派出来的是地蔓延 我先打他右边那一只 发镜拍一下 然后我们的伙伴再补一个水质波动 漂亮 哪泥 一直直接把我打到剩五滴血了 出来吧 我的青藤蛇 我们的伙伴是双刃丸 让他们见识一下初始域三家的能力 好的青草搅拌器 卷卷卷卷 再补下就好 漂亮 我们这里难得跟另外一个主角 一起打一下这个2v2 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 你们的配合非常好 好再见 哎呀好强啊 真不愧是总控官呢 我也要好好锻炼 总有一天跟他们战斗 谢谢你名医 这是我有点心意 从他那边拿到了一个对战纪录器 跟你一起战斗很有意思哦 希望还能够再跟你搭档 再见了 感觉好像被他撩了一下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男主的设计的 比起黑白衣那个男主 我觉得这一代的设计的更好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 好了 那么总之关于盗馆战的部分 我们下期再来看看哦 OK那么今天这期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See you 拜拜 by bwd6